弟兄姐妹感谢主 当我们进入第十一章 我们看见还是在讲十分之一 还是在讲十分之一 我们一起来读尼西米记十一章 一到十八节 弟兄姐妹为什么具细迷的这样的记载呢 乃是讲到这十分之一 弟兄姐妹看见 不是只有钱财要奉献十分之一 我们所得的十分之一 弟兄姐妹人连所有的人也是一样 十分之一是代表独特归给神 特特归给神 十分之一我已经跟你们讲过 十分之一是代表上帝的主权 也代表着上帝的尊荣 就是这一群的人承认上帝的主权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不但钱财十分之一 连人也是要十分之一归给神 而我们看见 神对这十分之一 被分别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也许对他们来讲 我已经住在这个地方很好 那为什么还要来 还要把我弄到耶路上人去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我这些甘心 甘心乐意来居住在里面的人 就是甘心把自己献给神的人 弟兄姐妹你知道 上帝就是把那名字 一个一个记录在他们 他们的家族就成为一个蒙福的家族 你知道我兄弟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七个 可是我父亲现在已经一百零一岁 马上一百零二岁 那弟兄姐妹你知道 我爸爸好像有一点智力 是有一点退化 可是他一直没有忘记一件事 他就说我在台湾生了两个儿子 我在台湾生了两个儿子 他指的就是我跟我弟弟 他说这两个儿子有两把刷子 我说怎么样两把刷子 他说他们是侍奉神的 他们是牧师 其实我父亲 我哥哥我三哥 在职场上 他有很好的很好的发展 但是我父亲并没有觉得 那个是很重要 他反而他觉得 他有两个儿子在台湾生了这两个儿子 所以他就感谢神 说他能够再来到台湾 能够安居乐月在台湾 但是他更感谢是在台湾里面 他生了两个儿子 而这两个儿子是侍奉神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 上帝不但纪念这些住在里面的 而且把这些人的父亲 他是谁 谁是他的父亲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就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也愿意 把我们的孩子献给神 有一个弟兄 他说这个老大非常聪明 就是要去独一的 这个老二呢 这个艺术天才很好 老二是女的 他就去 要送他去欧洲 学艺术 那老三呢 那这样子他就去做牧师好了 去做牧师好了 那最不好的 他觉得最不好的 就去奉献给神 那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 是有问题的 不是的 你应该说 我的老大最聪明 我就把他献给神 当然神要不要这样带领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认知一件事情 在神的心目里面 侍奉神是多么的 伟大的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 到了有一天 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 侍奉神是怎样的一件事情 是怎样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侍奉神 有些人带子 有些人没有带子 其实带子不带子 都不是很重要 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心态是什么 如果你的心态 你就是你的人生的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侍奉神 弟兄姐妹 你可能这段时间 你有其他的原因 你没有办法 全部的时间放在教会 弟兄姐妹 doesn't matter 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重要的是 你的心是不是在神的面前 神的面前 所以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这个全部全时间 这是生活的形态 这是生活的形态 如果神有供应我 神有供应我 那你 你就 其实有人 就是在教会 一辈子都做义工的 他觉得 他说 我在生活上 我没有需要 我没有需要 这个教会来供应我 他说 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他一辈子 就在教会里面 做义工 这就是拿希尔人的条例 拿希尔人在就位里面 只有立位人 可以侍奉神 是不是 那但是 这个拿希尔人 他不是立位人 可是他想要 侍奉神怎么办 神就给他一个 拿希尔人的条例 他可以过 比立位人 更辛苦的生活 更辛苦的生活 他就是全心来侍奉神 那今天也是一样 有的人说 要蒙招才可以侍奉神 那不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侍奉神的人 那至于 你要怎么样侍奉神 是叫做放下 那你有可能是因为 你的服事太多 多到一个地步 你必须要 你没有办法 你只好把地上的 这些工作放下 全心的来服事神 来服事神 那还有一个 如果教会没有能力 能够来供应你 那你必须要 靠着你自己的工作 来养活你自己 那你就 可是你的心态 还是一个侍奉神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最伟大的这个使徒 宝佛 他也曾经带子侍奉 是不是 他不是跟亚居 白居 一起织葬 是不是 那就是那一段时间 没有 神没有特别供应他 那怎么办 他就自己养活自己 他就自己去工作 但是他不会因为工作 他就不是使徒了 对不对 他一面至上本 他还是什么 还是使徒保罗 所以弟兄姐妹 并不是在于 在于你是不是 全时间或不全时间 那只是一个生活的形态 你的心 是不是一个全时间 全部 我就是全心全意 侍奉神的人 我把神的事 摆在第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上帝眷顾 上帝看重那些 愿意侍奉祂的人 你是被分别出来 你是那十分之一的人 就是全心 为着上帝 而摆上的人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求主祝福你 让我们一生一世 对上帝说 上帝 感谢你 当你在拣选别人的时候 请你不要漏掉我 我就是那十分之一的人 我是要全心 侍奉你的人 上帝赐福给你 与你同在 阿们 感谢主持人